MING PAO TURN MING PAO TURN MING PAO TURN DAKO TURN Hey Yo,大家好,我是Renzen 看起來好像有東西掉下來哦 可是,那張桌子咧? 我們現在把它變出來 哦!就是這張 完美的桌子 今天看到這張桌子 就是我們的開箱 淘寶桌子那集 就講到它一樣很大的東西 沒改,今天就要把它開掉 我們數3 2,1,它就出來 3 2 1 出來了 就是這一箱的東西 超大箱的 就是這兩個,一個剪刀 一把刀片 首先,我們現在直接開了 不講那麼多 可是我的刀片還不夠 OK 剪刀 簡單單單就把 這兩條繩子 可以 揭開 這兩條繩子 可以揭開 這兩條繩子 沒有用的繩子 其實有點拉鳥 這個箱子 我也不懂怎麼會這樣 有人是運送的問題 有點太高哦 看不到 又是包力的時候 好 OK 這個箱子就開出來了 然後這個是 天瑞的 大家可以 看到沒有 老闆啊 天瑞 我就把東西拿出箱子吧 然後 然後 盒子裡面就是這樣多啊 盒子裡面就是這樣多啊 盒子裡面就是空空 所以 盒子裡 是空空 所以 然後他這邊有給一幅 說明書 其實這個我們這個是 這個東西 在這邊 这是叫做Softbox的东西 它是给大家来拍影片的时候帮你打光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影片是不够光 所以我就买了一套红袍宝购回来的 现在我们要站起来 换起站起来来开箱 现在我们首先来开 这边有6样东西 就是3样东西 每个有2个 所以随便开 开最小根的线 我们把它剪开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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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啊 这个 啊哈 这个就是一个 灯头啦 我刚才没讲这个 这个应该我讲过了 这是帮你打灯的 这是放灯的灯头 后面有开关 然后一个挖牙 oh my god 中国的插头 中国的插头你要我怎么用啊 我看我要去买短节系了 垃圾先放地上 一样的东西 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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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单身头 一样是天瑞 一样是中国插头 一样是中国插头 看好啊 纸袋已经烂了 我是没有动过这个纸袋 还烂了 OK 真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柔光箱 叫Softbox 大家可以去找看 反正我之前的Vlog 有讲过我要做 可是我看到 淘宝有卖 就买咯 然后这个是一个 放那个柔光箱的 保护的袋 柔光箱其实还是这样小 个吧 然后它是折折折折 折起来 如果你不要用的时候 你可以换成这样小个 这边有一块是这个叫做 碰什么布啊 它是放在那个柔光箱前面的 我们先开这块布先 纸袋我也不打算留着 它就是一块 哇 好臭啊 碰什么味道 它旁边有一个魔术贴 这边有一个魔术贴 大家看不到 这个魔术贴呢 是 黏在这个东西这边的 它就是一张这样大的纸 我买的是 60cm x 90cm 60cm x 90cm 看到我多么 我脱的东西 我脱的东西 脱在这边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正方的 然后 帮它打广告一下 先说明 这个影片是没有赞助的哦 可是 还是帮它打广告一下 这个叫做 T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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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文牌子来的 之后 开我们的第三样东西 就是这个 它的支架 这支架 好重哦 两个支架就整 2kg 半 2.5kg 2.5kg 还不好放副胶带呢 两个都打开了 哇 我可以当脚架用了哦 三脚架也是 这个也算是三脚架 Tenry 对 高到大家都看不到 大概这样 它缩小的时候 70cm 扩大的时候 可以到200cm 所以可怜我这样 要讲用 我知道了 啊 我知道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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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我这样大个耶 两个都是一样的 然后 超大个的 这样大个 不过这边是Busty 我觉得 不会太有 mality 还需要更加哦 质量 这边的质量 我给 比较低 真的比较差 这边的质量 它铁是还ok啦 它铁的质量 所以它那个 下面这个 延伸这边 用Blastick的 太奇怪了 现在呢 我又准备去 setup我的softbox 可是 我 因为softbox 要用到 灯泡了啦 就是这个 之前呢 我就买了两个 之后我买回来 它盒子 不懂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那个我一样子拿 我就 现在我有点怕 我一样子拿着中间 然后就从下面 跌去地上 睡掉了 然后一盏灯泡的钱就 拜拜 所以我这次 就 用一个 小小个的 LUD的 就作为另外一个softbox的灯 所以 就是 没有办法 然后四点我就去买一个 大概是 等下个星期 因为现在已经 很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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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可以说是两个softbox已经set out 好了 就只剩下把 灯泡转下去 然後再放 这个揉光布就搞定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灯泡放上去 OK 两个枪已经弄好了 所以 所以現在就是來TEST的時候 Let's GO! 現在呢我是在沒有開那兩盞燈的狀態下拍的 當我先開小的那個燈泡先 因為那小的燈泡畢竟都不夠亮 所以它現在在我的右邊 這邊 所以先開小的 準備3 2 1 OK我現在就已經開了小的燈 所以大家覺得有什麼不同嗎 就你可以看到這邊是 我現在在看這邊哪 這邊是很暗一下 因為這邊有亮了 所以現在開買這一盞大燈 所以 準備3 2 1 OK 你可以看到這邊燈是非常非常的亮 亮到是根本是跟剛才不同 我可以做經典後 我試看把燈調遷一點 我是感覺一盞燈就已經夠了 這邊是非常的亮 然後我再開買這盞燈 你可以看到是這邊暗很多很多 這個是開了兩盞燈的效果 如果是看把兩盞燈關掉是什麼效果呢 把兩盞燈關掉 你可以看到旁邊的影子 旁邊的影子 全部影子弄黏超黑的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兩盞 這兩盞燈的功效是什麼 這邊影子超大 影子超大 但我開了這兩盞燈 那個影子就會被揉掉了 嗯 不錯滿意這個燈 以後我拍工會老公 就可以用這盞燈來打燈了 所以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就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們下一個video見 掰掰